男嘉宾郭先生 34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杨女士 33岁来自湖南公司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十年了 对 孩子多大了 孩子今年快十岁了 孩子的生日是 十一月初一 老婆的生日是 五月十三 对吗 对 还行嘛 不像你说的嘛 什么都不关注啊 不都记着呢吗 她这是做了一下功课 恶补了一下 她还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啊 老婆人好吗 好 对你好吗 好 对孩子好吗 对孩子也可以 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 这也是补的吗 这个她自己说的 算实话吗你觉得 以前算吧 现在就不知道了 你说她怎么做的 让你觉得不够贴心吗 就是年前嘛 她朋友的妈妈 过生日 其实她说 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嘛 刚好遇见了 结果很久不近的 我那个朋友 当时他们就说 要通通快快喝一尝嘛 我就在旁边 我就跟她说了几句嘛 你还是少喝一点 别喝那么多 她就不乐意了 然后就给我脸色看 我那几个朋友 都带了老婆去了是吧 就是她在冰箱 说这个 说那个的 脸上就告诉我 就那天晚上就结果 就喝多了不 然后我就 在旁边 就跟她吵了起来不 她就时间一推 我力气没 她大嘛 就被她摔到了地上嘛 动手了 对对对 以前她不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 你觉得你怎么样啊 我喝酒 其实也喝得少 像您一周出去 喝几回酒啊 我一周 基本上 这么说 一个月喝几回呢 一个月差不多 平均下来就一两回吧 还有别的吗 就记得是去年嘛 我就去原来旅游 然后呢 我们开始去的时候 她还是每天和我 视频聊天呀 后面过了几天 她就没有一点 现在开始的时候嘛 本来就是她发视频 打电话 有时候她就不接嘛 她去玩去了 有时候手机放在包里面 也没听到 晚上一般都是 到了八九点 九十点钟 打电话 她才接嘛 到了后面那几天 我有时候就把儿子 搞完作业啊 很晚了 就睡了 就没打电话 她不跟你打 你干嘛不打呢 我想着她应该 主动一点联系我嘛 到了要回来的那天嘛 我就打电话了 我说我急得下飞机 让她来接我一下 她答应的是蛮好的 叫了飞机之后 她就一直没有来 为什么不接啊 我那天本来是 不准备出去做事的 但是那天有几次 我就出去了 回来就差不多 快到她下飞机的时候了 所以我就说 我就打 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自己 坐个车牌嘛 哦 不是忘了 是觉得时间赶不上烫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朋友嘛 他是从郊去了 都赶过去接她老婆 我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了 我老公一定会来接我的 接我就没有来接 我就感觉很没面子 主要是没面子 说明就是我在她心里 就没有什么地位 她就是对我不关心 不照顾一样的 还有什么你觉得 心里不舒服的 你接着说 就下班 一个礼拜有那么几天 晚晚要十一二点 接着要求她去接一下 有时她就打电话 就打她的不通 也就不担心我的安全 能不能安全到家 也不能没有回家 也之类的 然后等我一回家了之后呢 就让我两天嘛 你一个礼拜就上 两三天晚班到 有时到 差不多到十二点慢一点 我本来就白天去做事 就很累嘛 就晚上 有时就睡着了 但是我一般都是去接了的 没去接几回啊 有两次 您上这种晚班 大概上了有几回啊 反正一个礼拜两三天 一个礼拜两三天 一个月大概是八天左右 是吧 对对对 那您上这个班 大概上了多久 上了有一两年了吧 哦 然后她缺了两次岗 这就是不关心你了 这老公做的 你敢自己睡觉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今年 我们结婚十年了不 十年 就结婚纪念日这天呢 我还是记得 但是我也就没有提醒她 我希望呢 还是期待她能够给我一点惊喜吧 结果就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对我 有过什么浪漫啊 有就什么特别的礼物都没有过 不不不不 您说慢点 她从来没对您有过浪漫啊 对 没有过 是从来没有过啊 对 是从结婚第一年到结婚第十年都没有过啊 没有过啊 没有过 然后呢 我就想着她能够给我一点惊喜 送点礼物之类的 就一直白天她没有任何表示 晚上我希望她是能够想起来吧 结果晚上也没有 突然晚上吃了饭嘛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也不晓得就是干嘛去了 她记得是延令嘛 我其实是英里还是记得 就是四月十七嘛 但是延令我就忘记了 不知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我那天晚上回来的话 她睡在沙发山就不理我嘛 行 知道了 那九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前九年不也没浪漫吗 为什么非要第十年浪漫一下呢 那时候感觉她也是蛮细节 蛮那个的 明白了 她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这几年她就对我们的生活 明白了 对我就不关心 不创新了 对对对 这个逻辑就听明白了 大家听啊